Instagram 和X3已經發行了半年的時間 但如果現在還未購買的你 到現在是否仍然都覺得可以入手呢 今天就和大家去看看 我用了半年之後這部機 究竟有什麼感覺 同場再和大家去講講一個最新 它最重要的update frameware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HELLO 大家好,我是奇追,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第一次收看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下旁邊的鈴鐺 設定所有的最新資訊科技 包括像今天介紹的使用體驗 都會馬上送給大家 不經不覺Instagram 360 X3已經發行了半年的時間 它的方便性對於我來說 仍然都是暫時沒有一部360相機可以替代它 而且它真的做出來的特別的畫面 又真的挺好玩的 尤其是如果真的去旅行的時候 就更加是一個好的幫手 現在全面通關 我相信大家接下來的暑假 又或者已經像我一樣 瘋狂地去旅行 究竟X3是否還可以成為大家一個 在背囊裡必備的裝備呢 今天我就很想和大家 就著去旅行方面 分享一下我使用它 究竟有什麼特別 還有一些好和不好的地方 都說一下吧 不過首先我想和大家說一下 它剛剛發佈了的重要的更新 首先在這部360做得不錯 因為它就算在Instagram 360 出了半年這個X3 幾乎很長的時間 但它仍然都繼續去更新 不停加入這些新的元素給我們去玩 而且今次加了三個比較重要的更新元素 加入了一個新功能 改善了相片的質素 以及簡化了後製的程序 現在馬上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吧 首先第一個就是大家都等了很久的 在X3裡面的Webcam模式 今次Webcam終於在X3上登場了 大家可以用它的Webcam模式直播的時候就可以用了 大家只要在設定上選取USB模式 按USB的攝影機 用USB的Type-C線連上電腦上面 電腦就會識別到你那部X3現在是一部Webcam 之後你就可以用任何支援Webcam的軟件 包括你現在最喜歡上的Teams 就不是喜歡上班迫著用 Teams、Zoom 又或者上網的OBS做直播都可以用到 但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現在它最大的優勢 除了就這樣用這個Webcam之外 它就可以按前面的按鈕 就可以自由切換 你的前鏡、你的後鏡 或者你用360的優勢 做到一樣前後都可以同時顯示 使用方面非常之簡單 你只要在使用的時候按前面 其中一個按鈕就可以在這三樣模式自由切換 對於我來說 應用在直播的時候 之前我也用過 設定就超簡單 好像上次我在Dino直播裡面 跟劉華在一起 我們四個人跟子羽Dino 玩遊戲做直播 每兩個人就坐一邊 用這個X3來做分鏡就最好不過 因為我只這樣放在中間 又節省這個空間 而且相機也不會阻礙到我們 直接面談這樣對著它 所以這個是真實得來又很方便 觀眾也都看得很開心 所以接下來我都會使用一下它 繼續去做這個直播 相信如果大家在辦公室 又或者是比較多人的情況之下 需要上zoom meeting的時候 這個可能這樣圍著做zoom meeting 可能就是最適合了 第二個就是PureShot 這個畫質的增強 PureShot是透過攝影和處理這個wall檔 只要你按一個按鈕 或者你不用按一個按鈕 拍完之後電腦就會立刻在App裡面 幫你做PureShot 它拍起來的時候 光暗位就會更加分明 而且色彩就更加鮮艷 而最新的版本就是將這個功能 就更加再加強 即是改善了它在不夠光的情況之下 能夠做得更加好的 令到你看下去的時候 拍攝的時候 就會因為雜訊就更加少 看下去就更加乾淨 而且拍出來都不會覺得 是因為它要壓下這個噪點 令到你臉太油化 其實都是完全可以接受到的 不過在室外裡面夠陽光的時候 拍攝我又覺得其實跟之前的就差不多 但暗位你仔細看都看到 其實它有改善到的 所以這次很明顯我覺得PureShot的增強 它是針對一下不夠光的情況之下 就更加強了 不過在使用的時候大家就要留意 如果你用這個功能 一定要將無論你是拍360的相片 又或者普通的單鏡的相片 都要調到最高的Resolution 360相片就要調到7200萬像素 單鏡頭的時候就要調到3600萬像素 才可以用到 大家拍了相片之後 你在XV裡面或者App裡面 只是看到黑白大家不用怕 其實我第一次都怕怕的 為什麼拍出來黑白是不是App壞了 其實原來不是 因為當你去到App裡面 去按照片看的時候 它就慢慢會自動生成 一個PureShot的影像 所以它就慢慢將PureView白色 黑白色就會變回一個 更加色彩線的PureShot鏡頭 之後就會Save在你的相簿裡面 你就自由可以拿這張照片出來用 最後一個更新也是我最期待 而且覺得是最有用的 它終於可以有了 因為我們終於可以在手機上面 它自己的App裡面 做一個編輯的工作 之後我就過到電腦裡面 裡面它的Studio軟件 就繼續後期的工作了 可能你會問我為什麼這麼麻煩 又用手機之後 之前有些朋友已經說 後製已經夠麻煩了 又要手機 又要過到電腦裡面 搞什麼呢 其實大部分如果大家深水清的時候 你看到我所有拍出來給大家看的Youtube 有關360Xport的影片 我都是用Studio去做出來的 為什麼呢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它的畫質漂亮很多 它就會拍出來的影片 你都可以全部加回4K畫質的質素 而且bit rate 還可以去到最高200Mbps 相比起手機你真的會出來 你最多可以做到1080的畫質 其實真的沒得比 所以4K是我追求的東西 但是可能你說對於一些 不熟悉Studio的編輯的人 可能你會覺得 可能是一個惡夢 因為你只是教Keyframe 今天我也去了一個 就是跟大家去在360的分享會裡面 很多人都問在Studio裡面 究竟怎樣用這些Keyframe Keyframe Keyframe 那究竟怎樣用這些Keyframe 我遲些可能再教大家 不過其實如果我們現在更方便 可以利用手機的便利 但是又可以用到裡面Studio的高畫質輸出 那就最好了 不過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現在可以在手機上面支援的 就是自由取景Keyframe 和深度追蹤 即Deep Track的編輯 才可以在Export給這個電腦裡面 繼續去露使用 其他例如模組剪接 又或者它自動AI剪接 那些就還不可以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最喜歡的就是裡面的自由取景 因為就好像自己做一個導演 這樣再重新一次 真的拿著相機 去現場一樣的角度 我再拿回那個感覺 這個真的是手機才做到給我 所以我使用上面的時候 就真的覺得開心很多 大家真的可以不妨一試這個功能 現在我這樣自由取景之後 就可以落回Studio export死機出來 其實Insta360的軟件 無論是在哪部相機裡面的機種都好 它經常都有更新 都不停去做一些新的東西給我們玩 例如一些模組 又或者編輯的時候用到AI幫忙 所以事隔半年 現在的XV 又或者之前的JRS都好 它仍然保持著它更新 所以就算現在你打算買 又或者是舊的用戶來說 我都覺得仍然是存在著一些新鮮的感覺 說回我們的主題 回到旅行那裡 為什麼我覺得 有時候就只帶這部X3就可以 又去以下幾點 第一就是先拍後處理 就是說你拍完的時候 你回去可以做簡單的Edit也好 又或者你玩一下花神 之後做這些後期的大製作也好 所以有時對於去旅行 真的有時分了必爭 就是你去的景點 要很快地上車又下車 之後沒有人會等你 這個就適合大家了 還有有時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你一定會發覺時間這麼緊迫 可能下車不夠10分鐘 你就要讓導遊叫你快點上車 又或者你的朋友就說 快點走吧 去另一個景點趕不及了 所以絕對有時去旅行 真的不要像我們平時 去做製作 開一部大機 慢慢 首先感覺一下角度 然後這裡又拿一個 那裡又拿一個 那我量度量度量 其實就已經沒什麼時間 又或者被人炸營了 但是360度的相機 就是這部XV 一個角度拍攝 你回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再慢慢調校 這個我省了很多時間 又或者大家跟我一樣 很喜歡去美麗的酒店裡面 做這個room tour 不過最美的moment 就一定是什麼呢 大家進入房間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最整齊的 所以當你和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的朋友 在你旁邊等的時候 你就說 不要進來 我先拍完 那這個可能 如果你用大機拍 或者就算用手機拍 那個角度 可能差不多半個小時 都還沒完 那進去的時候 叫別人不要進來 其實都挺尷尬的 所以我現在最喜歡的 就是把360相機 和三腳架 就只放在酒店裡面的中間 只要我每錄一個位 是一分鐘的時間 一分鐘而已 回到去 就真的拿不同的角度裡面 搞定了 當然你想要的畫面豐富一點 你就把每30相機 可能就放在不同的地方拍攝 但是大家要記住 其實這個每個地方 一分鐘就搞定了 那你說 是不是覺得很化繩 就是這裡一分鐘兩分鐘 那我想你的朋友都不會责任吧 不如大家又看看 在我酒店裡面 擺放用在三個 或者四個不同的地方裡面 它自動的S 幫我立即自動編輯出來的畫面 成果是怎樣 我去旅行很多時候真的有些突發事情發生 甚至乎你去那個地方 你只是去一次而已 就是你拍攝的機會 只有一次那麼多 錯過了 就可能就沒有了 就好像我去潛水的時候 原來旁邊有很多魚 就是經過 後來我回去再看畫面才可以發現 還可以現在 再慢慢看畫面 其實都不錯 又或者突然之間 突發事件發生了的時候 你現在看 都覺得很驚險 就好像這條 其實當時的水流真的挺急 起初我都不會害怕 原來後來看片才知道 後面我是有個大石腳 那一路衝下去的時候 其實撞下去都真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因為 X3真的可以多角度去到編輯 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再編輯另外一條片 再看回才知道真正的原因 原來我被石頭頂高了 然後整個人就掉下水 這些機會 我相信不會再想有第二次 但是再看回的時候 才知道真相 還有你一定是試過 如果帶了很多裝備 很漂亮的相機 真的去到拍的時候 可能你真的會被朋友去投訴 原因是因為 你這裡又想拍一下 那裡又想拍一下 拍得不漂亮又再拍過 閒閒的 你的朋友在旁邊 可能等你的景點 都會等15至30分鐘 每個鏡頭 每個景物 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真的可能會被人炸營 你都不好意思 所以360其實是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一路拿著東西 就一路走去拍攝 就行了 除非你有一些特別的場景 或者效果 但是因為只需要拍攝一次 就有多角度 所以佔用的時間 相對是少很多 你就更加可以多點時間 去享受整個旅程 不過拍完回來 是不是真的自己賤 就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去旅行 當然是帶越少裝備越好 如果你真的去做Drop 或拍攝 你真的會背著 十幾kg的相機 到處去 但真的很辛苦 所以現在這個X3 是一體化的 是一個好的選擇 它十分之輕巧 而且一部相機 就應付了很多不同的效果 和場景 去旅行的時候 我們平時會做些什麼呢 通常都會做一些 激流 潛水 高卡車 滑長山 Bungie Jump 滑雪 這些X3 可以作為一個多角度的運動相機 就是又可以下水 又可以拍其他的東西 一部相機就完成了 而且因為它可以隱形 所以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就可以是一個人 不需要CAMMAN 去幫你拍攝 都可以有第三人稱的感覺 這種特別的鏡頭 和相機的技巧 是其他的手機 相機 都給不到我們 另外一點 就是我覺得去旅行的時候 現在我發覺很多地方 都是不給航拍的 就好像我旅行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多地方 例如澳洲的十二門圖石 日本很多寺院 又或者泰國的市區上面 差不多八成以上的地方 都要申請牌照 才可以去拍 甚至乎要付錢 通常 多數 我都覺得短短幾天的行程 你都不會去申請的 所以 X3 就可以做到一個偽航拍 其實就很重要了 它出來的效果 雖然一定沒有航拍機那麼高那麼闊 但是如果利用這個三米字拍桿 我之前也介紹過 豐富的畫面 其實都是可以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第四就是延時拍攝 這個Timelapse 我最近經常去旅行都會用 而且很喜歡 就這樣 把X3放在腳架裡面 放在地上 5-10分鐘做一個Timelapse 因為它可以用8K拍攝所有的畫面 然後回來做後折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入這個混鏡的效果 完全就不用搭穩定器或者滑軌 這樣就可以做到 很隨意做到這個延時的攝影 就在這條片上面 作為一個過場或者B-roll 令到你整條旅行Fog 就有緩然一聲的感覺 至少不要那麼悶 而且非常簡單 就這樣放在這裡 給我10分鐘時間就行了 最後當然要說一下 它裡面的Apps本身的特別效果 因為它裡面的Apps 已經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讓你去玩可以選擇 你可以根據它的模組去拍攝 又或者將你在旅行拍攝的畫面 就交給你的Apps 就幫你處理 就好像我最喜歡用的城市穿梭一樣 在街上一邊走一邊握著 就這樣拍 之後回來 就會幫你慢慢做一個場景的轉換 展示不同地方的特色 都挺正的 而且我發現軟件裡面 現在都新增了一些AI自動剪接的功能 它就會幫你拍完一些旅行的片段 自動做編輯 配合音樂給你 讓你簡單 以及立即可以和你的親友 又或者朋友 真的放上網裡面 就真的讓大家看看 好了 剛才我都說了我的心得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怎樣看 其實去旅行 一個說完 最重要是方便和輕鬆 如果一部相機 就能夠做到剛才這麼多的效果 其實大家都可以 真的不妨一試 又或者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告訴我 究竟你去旅行的時候 的實際經驗 又怎樣去到用這一部機 又或者大家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可以去我描述欄裡面 我的連結裡面 就按進去選購 又或者是參加一下 好了 今次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是奇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留意我Facebook IG 以及MeWe 我們希望下次再見 又或者真人的分享會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